嗨,我是陈建友 欢迎收看建友网上地产培训 这是第16集 Chapter 4跟Chapter 5 我要向大家讲的是 考试的时候 房产局的考试 其实大部分的考题 都不会从Chapter 4出来 Chapter 4挺多 就只有一个考题 假如说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请你给我按个赞 顺便Subscribe 并且按小铃铛 也顺便转发给你的朋友 第四篇章讲的是 Business Opportunity 跟Land Description 事实上房地产的考试 不太考 几乎没有考题 是来自于Business Opportunity 但是可能会有一题 挺多两题 是来自于Land Description 所以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 在第四篇章 Business Opportunity 我就大概的讲一下 其实你考到的房地产执照 是可以拿来做 生意买卖的代理 代理人 但是生意买卖 其实你只要找对ASCO的话 很多作业 ASCO就帮你做了 你就不需要去超新去了 所以因此 因为考试不考 所以我就不想在这里 浪费大家的时间 再下来我们要讲的是Land Description 其实我们这个Land Description 是有三个不同的System 第一个System 叫做Mits and Bounds Mits的意思就是距离 Bounds就是点 OK 所以Bits and Bounds这个系统 是用距离跟点 来组成一个地块的描述 例如说你的土地是长方形的 长方形就是有四个点 然后四个距离 就这样子的话组合成一块地 那测量是在测量的时候 是会根据这些点的位置 来固定这些点 然后用文字来表达出来 这些点的位置 比如说用这个方向 用距离长短来描述 这就叫做Mits and Bounds 往往Mits and Bounds 会用到一些土地上的一些地标 比如说地标有分两种 地标就是我们所谓的Monument Monument有分两种 一种是人造的 一种是天然的 人造的比如说像高速公路 像运河 那这个自然的 例如山啊树林啊 例如这个河流啊湖啊 这些都是天然的 所以呢有些时候Mits and Bounds呢 这种描述呢 有用到这些地标 第二个system呢 就叫做US Government Survey and Township System 那这个system呢 有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Base Line 跟Meridian Line 它有三个中心点 第一个中心点叫Homburg Homburg其实呢 是靠近北加的一个城市 假如说你知道Eureka在什么地方 Eureka就是很靠近Oregon的一个城市 那那个县呢 就叫做Homburg County 所以那个有一个点 OK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叫做Mal Diablo Mal Diablo其实呢 很靠近我们湾区的一个城市 是叫Walnut Creek那头呢 有一个地方叫Mal Diablo 所以那是第二点 第三个点呢 是在San Bernardino 所以呢 那个地方就叫做San Bernardino Base and Meridian 那Base呢 其实是这个政府 为了要建立这个系统 就分很多条东西向的线 东西向的线呢 就叫做Base 然后南北向的线呢 就叫做Meridian 这个Base跟Meridian当中呢 有很多Township 然后的Township里面呢 也有很多这个Section 其实呢 一个Township呢 会有36个Section 那这个Section呢 是用号码来指定 那最最左上角的那个是Section 1 然后呢 Section 1呢 其实它的位置呢 就在东北角 然后呢 东南角呢 那个Section number就是36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你假如说要搞清楚 这些Section number是怎么走的话呢 你可以从东到西 等于说是1号到6号 然后下来一格 从7号 就再加613号 就这样子 东西然后西东这样子下来 最终呢 得到的是36个这个空格呢 就叫做Section 然后每一个Section里面呢 有640个A格 640个阴谋 第三个系统呢 就叫做Recorded Track Map Or Lock and Block System 这个是比较城市化的 现代化的这种Land Description呢 都出现在城市 比如说 你拥有一个 一块土地 而这块土地呢 它会有一个Lock Number 然后Block Number 等等的 OK 这是第三种的Land Description的种类 再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Frontage Frontage就是你的土地 就是在道路边缘那个土地呢 就是门前的那个宽度呢 就叫做Frontage 然后呢 Front Set Back呢 也就是说 你的房子 面对街道的那道墙 跟这个街道的界线的那个距离呢 就叫做这个Front Set Back 然后你的土地的左侧跟右侧呢 你的墙面跟界线的距离呢 就叫做Set Back 平常的话 我大多数的城市 对于这个左侧跟右侧的Set Back呢 要求的距离大概是5次左右 然后呢 你的房子后面呢 也会有一个Back的Set Back 那Back的Set Back呢 也就是你后面的墙 跟你的后面的界线的那个距离呢 就叫做Back的那个Set Back 第四章前面呢 就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关于Financing Financing有分两个篇章 我们先从第五篇章说好了 第五篇章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 关于Promissary Note Promissary Note 其实它的重要性在于呢 它是一个债务的证明文件 就是Evidence of a Debt 债务的证据 这个东西假如说 人家向你借钱 比方说借五万块好了 那通常的话 你会跟这个人要一个 签一个所谓的Promissary Note Promissary Note 上面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写说 我某某人向你借了五万块钱 我同意呢 这个五万块钱的利息是多少钱 然后呢 什么时候是期限 所以呢 这个Promissary Note呢 中文翻译可以把它翻成是一个旗票 旗票就实现到了 这个债权人呢 就可以向你拿钱了 OK 但是呢 这个呢 是一个债务的证明 往往这个Promissary Note 是我们向银行借钱的时候 我们会签一个Note 然后呢 这个Note呢 就叫做Note Secured by Deed of Trust 什么叫Note Secured by Deed of Trust Note Secured by Deed of Trust呢 是指 有抵押作用的 有抵押性质的那种Promissary Note 不是每一个Promissary Note 都是有抵押作用的 有些说比方说 我们朋友与朋友之间 有互相借钱 那这些呢 往往呢 是不需要用房子来做抵押的 没有抵押性质的话 就是Unsecured by Deed of Trust 有抵押性质的 就叫做Secured by Deed of Trust 那假如说你的种类呢 是属于Secured by Deed of Trust 的话 你的Promissary Note 丢失了也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用你的Deed of Trust 因为Deed of Trust 平常的话 是会登记在County Recorder 这两者呢 其中一个都足以证明这个债务的存在 因为往往Deed of Trust上面会写说 这个抵押书是关于贷款额多少 Deed of Trust上面会写 所以这个你丢失了也没有关系 但是假如说你是一个没有抵押效用的一个旗票的话呢 麻烦就在你丢失的话呢 到时候可能要到法院去打关系来证明有这个债务的存在 所以考试的时候 他就只考你这一点 Promissary Note 主要是Evidence of the Debt 那我们现在讲Note呢 其实有很多种类 我们因为这个课程呢 是关于房地产 所以我们讲的Note呢 是跟房地产相关的 其中呢 有三个主要种类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种类呢 就叫做Straight Note Straight Note呢 其实另外一个名称也叫做 Interest Only Note 比方说你向某某人借钱 你借的是Straight Note的话 比方说你借十万块钱 六个月之后还钱 那你这六个月当中呢 你每一个月呢 支付的只是付利息而已 而你六个月之后 你终究呢 还是欠那个十万块钱 所以呢 你的这个 最后的一个Payment呢 那个Payment我们叫做Balloon Payment 它是一个特别名称 那第二种类的Note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Including interest 例如说你向银行贷款去购买一栋房子 那往往呢 我们借的这种贷款 假如说是Fully Amortized Fixed Rate的话 所谓的Fully Amortized Fixed Rate是指说 例如说贷款呢 有分三十年十五年 那比较常见的是属于三十年 三十年也意味是三百六十个月 所以每一个月呢 你付的Payment呢 它的金额是固定的一直付完为止 那这个Installment Payment呢 它是有包括利息跟本金 所以你付的每一个Payment 就是Including interest 因为它在当中 Including interest 等你付到最后一个月 也就是第三百六十个Payment的时候呢 你或许呢 本金的部分是占最大比例 然后利息呢 是占最小的 所以往往很多人 快要付完的时候 是非常的开心的 因为他付的钱呢 其实呢 就不太包括利息了 就是这个意思 Including interest 第三个种类就叫做 Adjustable Rate Note 有些时候有些人 他比较喜欢贷那种 浮动利率的贷款 那浮动利率贷款呢 他肯定会签一个Note 也是一个Promise Rate Note 这边会写说 这个利率是浮动的 其实固定 就是浮动的相反 所以呢 Adjustable Rate 它的利率呢 会改变的 所以你的Payment呢 会跟着你的利率而改变 所以每一个月的Payment 都有可能会有变化 但是呢 平常来讲的话呢 银行是不会那么频繁 去调整你的利率 大多数的话 应该是每一年调整一次 再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Amortization 其实Amortization呢 就是一个贷款 分很多次的Payment 就叫做Amortization 例如分30年来付 分15年来付 或者是分10年来付 那这个Amortization呢 其实有两种 一种叫Fully Amortized 另外一种叫Partially Amortized Fully Amortized 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借30年的贷款 付到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付完了之后 时间到了 那也正是你全而付完的时候 就是说这30年 你慢慢的每一个月 缴一个Payment 缴完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它不会有一个余额的时候呢 这种 就是它不会有一个Balance 没有Balance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叫做Fully Amortized 但是又有一种贷款呢 这种贷款呢 平常是会发生在商业的贷款 它那种贷款呢 不是Fully Amortized 它的作用是说 把每一个的Payment 每一个月的Payment呢 尽量的降低 但是好处在于呢 每一个的Payment比较小 坏处在于呢 你付到最终你期限到了 你还会有一个Balance Payment 所以这种有Balance Payment 存在的这种Amortization 就叫做Partially Amortized 没有Balance Payment的话 就是Fully Amortized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 关于Negotiable Instrument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是指那种Freely Transferable 例如我们的支票本 我们平常假如说 我们要付款的话呢 不是每一次都用信用卡 也不是每一次都付现金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经常会用到支票 其实支票它本身就是属于 Negotiable Instruments的一个种类 那这个Negotiable Instruments 最重要考试里面有考的 就是两个字 Freely Transferable 因为这个Negotiable是 Negotiable Instruments 是Freely Transferable 所以我们现在聊一下 什么叫Endorsement 你这个Negotiable Instruments呢 你必须要在支票的后面 做一个背书 你才可以Transfer 才可以转让给别人 例如说人家给我们一张支票 我们在还没有存进我们银行账户之前 通常我们到Teller的面前的时候 Teller会要求说 我们在这个支票的后面 做一个背书 做一个Endorsement 那这种背书呢 它的作用就是说 要把这个支票 能够Transfer到银行的账户 所以这种背书的方法 就叫做Blank Endorsement 所谓的Blank Endorsement 就这么简单而已 就在支票的后面 签你的名字 然后交给银行的Teller 那种Endorsement的方式 就叫做Blank Endorsement 第二个种类的Endorsement 就叫做Special Endorsement 什么叫Special Endorsement呢 例如说 我今天欠张5000块钱 那我把这个支票呢 比方说我从别人的地方 得到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 我自己不想存到银行 但是因为我欠John5000块钱 别人给我的支票 我就在后面写说 Pay to the Order of John 这样子的话 我这个Negotiable Instrument 我就可以经过这种Endorsement 这种Endorsement的名称叫做Special Special Endorsement之后 我交给John 那这样子的话 这笔钱就不需要经过 我的银行账户 而且我又可以用这张 Negotiable Instrument 去抵我欠那个John的债务 那个叫做Special 第三个种类呢 叫做Restrictive Endorsement Restrictive Endorsement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我作为一个Broker 我经常会从ASCO那边 得到佣金的支票 我们知道说Broker收到支票之后 肯定这个支票当中 有部分的钱是属于Broker的 部分的钱是属于Agent的 那Broker拿到这张支票之后 要存到银行 存到银行之后Broker还要另外开一张支票 给Agent 那往往呢 因为这个金额非常的大 我通常都会在这个 我开给Agent的支票后面 背书说Fore Deposit Only 我一旦写了三个字 Fore Deposit Only 我交给我公司的Agent 他就不能够拿着这个Restrictive Restrictive就是有受限制的 他有受限制他就不是Freely Transferable 他Fore Deposit Only Fore Deposit Only 我的Agent收到这个支票之后 他就不能够再转移给其他人了 他只能够拿着这张支票 到银行的Teller说我要存这张支票 他就不能够做我刚才所讲的那些 所谓什么Special Endorsement这些东西 这就叫做Restrictive Endorsement 第四种的Endorsement 第四种的背书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Qualified Endorsement 什么叫Qualified Endorsement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今天假如说我欠John五千块钱 然后John欠Justin五千块钱 我开了一张支票给John John自己本身不想存这张支票 他就在这个支票的后面 endorse成是Without Recourse Without Recourse是一个专业名词 其实他的中文翻译中文的法律效用是说 Justin拿了这张支票之后 万一这张支票将来跳票的话 这是空投支票 这个就是拿不到钱的那种 那Justin呢 因为上面背书是写Without Recourse 所以John呢 他保护了自己 所以Justin拿到这张支票 拿不到钱 Justin不能够向John追逃 他只能够向我追逃 假如说后面呢 就像我们刚才所形容的 他用的是Special Endorsement的话 他在上面呢 写说Pay to the Order of 支票是开给John的 然后他在后面endorse Pay to the Order of Justin的话 万一这张支票跳票的话 John呢 要向Justin负责的 当然John跟Justin 两个人都可以告我 因为我的支票呢 是一个 银行里面没有钱的支票 或者钱不够的支票 以上的这四种endorsement呢 说是在考试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 学会如何运用这些endorsement 你只要记得 有四种endorsement就好了 哪四种呢 就是Blank Special Restricted Qualified 就这么简单而已 第16集呢 就讲到这里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